你进 快进来 进来 这房东还是外国人 什么呀 这我合伙人 这就是那个 Lino吧 对对对 我给你介绍一下 Lino是意大利人 他是Lino学校的老师 教艺术和设计的 这是我闺蜜何佳如 我经常跟你说的 这是他老公叶玉凡 你好 多大了 查户考呢 随便看看 随便看看 房东呢 房东有点急事 先把钥匙给我了 他一块过来 你怎么想起来 开甜品店了 我得为我的未来 做打算呀 我跟优诺未来怎么办呀 就别说未来了 就明年 明年的学费 我都不知道从哪儿找了 还不算日常的 生活开销呢 田东最近没动静了 上次离开 再没跟你联系啊 联系什么呀 消失了 人间蒸发了 别管了 帮我看看 怎么样 这个店不错吧 我一眼就相中了 这个地段多好啊 那你准备干啥呀 这设备你打算全接下来啊 对呀 全都接下来 原来的项目保留 另外呢 我想再加一些手做的糕点 就像我平时给你们做的 红丝绒啊 提拉米苏啊 柠檬乳酪之类的 另外再加一些 小饼干 马卡龙 怎么样 你觉得会有人喜欢吗 当然了 多好吃啊 我要是有钱 我就住在这店里 一日三餐 外加宵夜 全在这儿消费 你做的 是个人就喜欢 没错 但想挣钱 那可真不好说 店面 租金 加上人力成本 怎么不得翻倍 才能有钱赚啊 我听说翻倍都不行 做餐饮的毛利润 得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才能赚钱呢 行 行 就这种做生意的事啊 还得问田东 咱们又不懂 是不是 问他 他肯定让我死了这要心 跟他到山上去 山泉水煮蚌茶粥 这才更来呢 这田田下山 刚两三个月 弄了多少了 你他 哪有啊 就介绍了宋家 我说你